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1月27日星期三的第一節 先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拜登自從1月20日上任至今 已經是剛好一個星期 他國內的政策搞到有多一塌糊塗 就已經是眾所周知 來到今天 拜登連他最親密的國際盟友加拿大 都差不多要失去 因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就開到聲 說對於拜登的政策 是感到不安 以及是焦慮 至於加拿大最大的在野黨保守黨 甚至乎還要提倡 說要制裁美國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登上任資金僅僅是一個星期 就已經對加拿大施展了兩年重擊 第一擊 當然就是他剛剛上任的第一天 就已經說要宣佈停止興建 美加基石XL輸油管道 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 這件事就使得 以石油工業作為重點的 埃伯塔省 全省的居民都是非常火鍋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就可以問一下 住在卡加里的華僑 肯定是會一清二楚的 因為人家就已經預視得到 在接下來的日子 那個經濟肯定就是會受到重創 所以想不火鍋也難 好了 來到現在這一刻 拜登又玩了 他竟然間 東私孝貧 搞了個什麼 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出來 就擊到加拿大政府可以說是生蝦地跳 因為 拜登搞這件事 只會嚴重地打擊 美加之間的雙邊貿易情況 但是那些美國的左媒 就不斷幫他投資抹粉 比如說華爾街日報 他們就說 拜登這一項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呼應著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政策裏頭的部分重點 只不過 特朗普的政策就觸發了 美國和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稅戰爭 以至需要 掃諸世貿組織 來解決爭端 但是 拜登就不同了 他就會在國際貿易規則容許的範圍下 推行買美國貨政策 總之那些左媒就是吹捧到拜登天上有地下無 就說到拜登好像改良了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政策 實在我的評價 四個字叫做東思效貧 你學一些不學一些你學不到神髓 這時候叫做嫖蝕 你抄襲別人的東西 但是你又抄襲得衰 美國優先就是美國優先 買美國貨又不跟美國優先 因為特朗普總統沒有硬性規定 你一定要買美國貨 他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你不要買某一些國家的貨 很不同 因為在特朗普總統時期所提倡的美國優先 使得聯邦政府仍然擁有一定的自由度 來選擇買什麼貨品 這時候不單止美國本地的貨品會受益 甚至親密盟友例如加拿大 他也是會有好處的 因為美國優先就說不買某些貨品 但是你這時候硬性規定說 買美國貨只要買美國貨 你就變成沒有了自由度 沒有了自由度的時候 就使得親密盟友的利益受損 使得加拿大方面 現在就好像牙痛的聲音 加拿大外交部長加勒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呼籲美方在落實相關政策之前 拜託你 是必須要跟加拿大政府進行協商 加勒還說 總理杜魯多已經明確地 對美方這個買美國貨的政策 是表達了不安和憂慮 杜魯多認為 這一項的政策 是會嚴重地損害著 美加雙邊的貿易關係 他這個說法就是告訴大家 拜登在推出買美國貨的行政命令之前 是完全沒有跟加拿大方面單聲 簡直是沒有跟你商討 因為沒有諮詢你的意見 簡直是當你臭死 所以這個杜魯多 就叫做自作自受 當日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候 起碼跟你杜魯多 叫做有傾有講 只不過不知道他年少氣盛 還是他自我忠心 這個杜魯多就跟特朗普總統 鬧得很不愉快 為什麼呢 因為加拿大作為一個 北約的成員國 他就要支付一定程度的 開支 在軍費上 這個是北約成員國之間的 一個共識 只不過很多成員國 他就不遵守 其中一個就是東德肥婆 他的軍費開支是極低的 他倚重美國的下協防 當時 19年尾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叫過杜魯多 麻煩你要增加軍費的開支 你要達到北約成員國的要求 但是杜魯多可能是不想 或者是不喜歡 關你什麼事 罵得不愉快 在19年尾的時候 杜魯多出席英國白金漢宮的一場晚宴 就被媒體拍到他 是囂張特朗普 就說他 整天都遲到 因為他又要額外搞一些記者會 搞到他的團隊都很驚訝 他的下巴也掉落地 他就說這些話 後來 特朗普總統就點名來訓斥 杜魯多 說他是一個雙面人 特朗普總統叫做快人快語 點名叫你 不需要背後說話 所以現在杜魯多 這麼喜歡擁立拜登 你現在就擁立了他 你就要自作自仇 只不過是苦了那些國民 杜魯多都離譜了 在去年 這個Antifa組織 BLM那些人走出來 席捲全美搗亂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派一些 國民警衛軍走去掃蕩 人家的記者問你怎麼看 你又在鏡頭面前沉默了20多秒 有什麼沉默呢 為什麼你在1月6日的時候 你又支持人家鎮壓那些示威 為什麼在20年的時候 搞到打閘搶銷什麼都齊 你又不支持鎮壓那些暴徒呢 這是雙重標準 擺明你的心就是不妥特朗普的 好吧 現在你擁立了拜登就好了 你求人得人又不喜歡 現在才不安和焦慮 你有沒有遲些 最慘的是那些失業的工人 現在都不知道問誰追討 杜魯多一美就說 很關注這個買美國貨的政策 認為拜登就很清楚知道加拿大的立場是怎樣 因為美加之間 每年的雙邊貿易總額是去到7250億美元 你說這些有用嗎 拜登現在擺明一上任第一天就要向他背後的那些利益集團去結合 那麼他要結合的時候 他哪裏兼顧得到那麼多 是不是 他顧得頭又顧不了計 他顧得背後那些利益集團的利益 又顧及不到你那些親密盟友 例如你 杜魯多加拿大的利益 那麼拜登一權衡過之後 想都不用想 就當然會犧牲你加拿大的利益 如果他犧牲幕後勢力的利益 分分鐘他自己被人拔下台也有知 所以拜登做這個決定 一來他就不用想 二來他也沒得選擇 他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杜魯多現在來喊生也沒用了 還說 拜登政府應該要跟加拿大政府商討 商討什麼 當時有個特朗普總統肯跟你有談有說 你又不珍惜 嫌別人嘗氣 嫌別人多多要求 好了得到現在這隻拜登上位之後 談都不跟你談的 我看看你怎樣 在加拿大國內的情況又怎樣 艾伯塔省就是由保守黨來執政 而保守黨現在就真的發難了 因為你一停了這個輸油管道的建設 就導致當地有很多民眾失業 好了這個保守黨的黨魁奧圖爾 就評擊加拿大政府對當地的支持是嚴重不足 現在艾省的首府卡加里 是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大軍 大量辦公室是丟空了 但是政府就忽視當地民眾的需要 艾省的省長堅尼 都是屬於保守黨人 他就要求 加拿大政府要就著美國 取消輸油管道項目的建設 向美國 展開制裁 厲害了 這波是加拿大想制裁美國 當然現在就在醞釀階段 未曾上到這個議會 但是 別人提出這一項的念頭的時候 證明得到當中的嚴隙 那個裂痕 就已經是很重要了 你說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期 美加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 他怎麼都會看著你的利益 就不會說推你去死 現在拜登上台以後 大家都知道什麼的一回事 有些人就叫做後悔莫及 有些人就借機發難 沒有他 你搞得壞了經濟的時候 下次的換屆選舉 杜魯多就要下台收工 不出奇的 保守黨會輪替 因為加拿大選舉很公正 別人又不是用投票機 所以杜魯多 那個政治生命都可能是倒數當中 因為你搞壞了經濟 那些人是很反感的 加拿大駐美國大使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即使加拿大方面感到失望也好 但是都會尊重美國的決定 並且就會展望將來 他還說 美國政府在換屆之後 就可以跟加拿大政府合作發展一些再生的能源 負責這個輸油管道項目建設的企業 也都已經承諾了會購買一些再生能源 以達致零排放的目標 你這個所謂 再生能源源 其實就是穩困的 你怎麼能夠完全取代得到 那個化石燃料 稍微用一下腦都知道不行 其實你拜登沒事的 你搞壞了那個葉岩油 就益回美國的傳統的石油巨企 然後 又從中東輸入的原油 那你那個數字不是一個樣子 只不過你的排放不是在美國本土排 又去了其他的國家排 其實沒有分別 大家都是同一個地球 同一天空下 那裡排和你排有什麼分別 我真的不知道 至於這個杜魯多 就經常都說要取締石油巨企業 在19年那次的選舉當中 他所屬的自由黨 在艾省就已經全軍盡默了 現在你再針對這個石油巨企業的時候 你下一屆就窩可 因為他事實上是養起了很多工人 這些東西是不能動的 是一個經濟的命脈 環保不是說不搞 但是就不是以拜登或者杜魯多的形式來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